好,那么这一步呢,注意啊,前面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创建仓库,还有添加这个SSH的账户啊,那么这在你开发项目的时候呢,其实呢一般不是你来做啊,要么是你的项目经理,或者是你项目组里面的代码管理员啊,他来做啊,他来做,那么添加完之后我们要做的是啥呢? 就是他把这些东西都添加完之后,他给你一个项目的克隆的地址,你就可以把这个项目弄到你的机器上面,然后呢进行一个开发,那么这个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,怎么去拿到这个克隆的地址,然后找到我们这个页面,我们回到这个首页啊,找到我们的BJ18,找到BJ18,然后在这里面呢,你就这里面有一个CloneAllDownland,那你点开之后呢,这里面就有一个克隆的地址,那你注意啊, 他这边有两种协议,一种呢是SSH,一种呢是IPPS,那如果你这里面写的是这个CloneWithITPS的话,你把它选选的这个啊,选的这个UseSSH,是因为我们添加的这种SSH的功能啊,那么这个地址呢,你就可以拿到之后,你就可以呢去克隆这个项目了啊,那么这个呢,我们直接复制一下,然后呢,比如说我要在我这台机器上面, 去克隆这个项目,怎么克隆啊,我们就直接CD我们的BJ18,哎,我要把它克隆到这个目录下方,怎么做啊,直接就Gate啊,Clone,这个命令啊,然后呢,后面跟上这个地址,好,回车,那么这里面呢,就开始呢,去克隆这个东西啊,OK,那么这里面告诉你,已经完成,对吧,你LS,你就可以看到,这边出现了一个BJ18, 哎,这就是你克隆的啊,这个GateHub上面的这个,哎,代码仓库,然后呢,CD进入这个目录之后,哎,你LS,你可以看到,ReadMe这个文件,对吧,我们LS,AL给大家看一下,看到这里面,是不是,ReadMe.GetInnow,还有.Get,对吧,哎,其实呢,我们通过界面做的时候啊, 他就是帮你执行的这个GetInnow的啊,但是你在这里面,你看的时候,你再去看一下他的提交季度啊,GetLog,哎,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两个提交季度啊,第一个呢,是你创建仓库的时候,那么创建这些文件的时候,他帮你做了一次提交啊,他帮你做了一次提交啊,然后呢,第二个呢,是我们改完这个,GetInnow之后,点击确定的时候,他又帮我们做了一次提交啊,所以提交,OK,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,就是我们的克隆项目啊,那么克隆的时候,你注意啊,克隆的时候,你可能出错,出错的话怎么做啊,如果你一旦出了这个错误,你把我这上面标红的啊,标红的这两个,两句话呢,把它执行一下啊,然后呢,你再克隆就没问题了啊,就没问题了。